快看 谁里是什么 我去 一把小菜刀 不会是金子吧 看 这里还有一把 哇塞 这一把更厉害了 看 这个刀瓣 上面竟然雕刻着笼 这不会是古代皇家运用的菜刀吧 这里有一颗草 吃着菜刀的锋利重度 我去 竟然穷而易举的切断了 再来切粗的部位试试 也是毫不费力的 就可以切断了 再来试试切菜的效果 也是毫不费力 只是这一把 这把感觉比刚才那一把 还要锋利呢 好是好 就是小了点 哎呦 快看 这块石头下面是什么 把石头拿开 哇塞 好像是两把小斧头 看 斧头上面还有字呢 一个斧子 并且 这一面也有 再来看看这一把 也有一个斧子 这两个斧子 是用不同的字体刻上去的 你们听听声音 有没有知道 这两把斧头是用什么做的 你们喜欢哪一把 我比较喜欢这一把 拿着这一把斧头 再来河里找找 看看还能有什么发现 你们看 这里是什么东西 我去 这个怎么这么长 哇塞 还是两个呢 这是两把宝剑呀 你们能看出 这两把宝剑 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一把是弓箭 这一把是母剑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小说里看的 要是这两把剑打架的话 哪一把会用 当然是母剑更厉害 宝剑 宝符 宝刀 我更喜欢宝符 因为暴富嘛 可惜不是金子的 要是金子的 那就厉害了